网下的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么我们经过了前20章的学习呢 相当于说把审计的理论部分 以及实务部分都学会了 那接下来的21到23章啊 我们所学习的就是会计师事务所 如何去进行业务质量管理 来保证注册会计师能够好好干活 还有咱注册会计师自己呢 需要遵守怎样的一个职业道德的要求 22到23章中呢 我们都在讲职业道德相关的内容 最重要的就是关于独立性的判断 那这些的话就不再是我们审计实务部分的了 更多的是对我们如何能好好干活的一种规范 好那我们来看21章的内容 21章呢 我们讲的是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质量管理 这个部分 其实啊 我们前期学习的都是如何审计被审计单位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一直纠结的是什么问题 你一直纠结的是我们如何在被审计单位当中 发现问题 所以说我们研究了关于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是否是合理的 那是否存在内部控制缺陷之类的 好那我们到这儿 所谓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质量管理 其实就是会计师事务所的内部控制 也就是说会计师事务所如何通过一个很好的管理手段来让注册会计师好好工作 保证工作质量 好那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立足于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控制的角度来出发 考虑问题 本章从备考角度来说呢 是一个重要章节 因为啊 从性价比来看 本章的内容和他考试的这个频率 那还是相对来说非常可靠的一章 因为他的分值很稳定 大概是五分到六分左右 以往年度呢 通常是简答题为主 客观题为辅的方式进行考察 主要啊会出现 比如一套卷子当中 我们单独的考一道简答题 这种方式 在我们近些年考试当中非常的常见 注意多种题型的一个综合掌握 背考来讲 本章难度不大 因为给你讲的是会计师事务所的规章制度 那我们在这个思考的时候 其实跟被审议单位内部控制 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向还有点类似 好内容呢 相对也比较独立 注意就是理解基本理论 把握基本要求就可以了 本章内容啊 特别提示一下 在2021年呢 本章教材整体做了重新编写 那内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2022年呢 我们又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和填充 所以重点来讲 其实并不突出 因为有很多可考的内容 可能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变化之下 目前呢 还有一些题目没有完全的涉及到 有一些考点还具有一定的可考性 所以说它重点并不突出 可能啊 还会出现一些适合出题 但近两年考试中又没太设计的一些问题 好 那我们再来看关于本章今年的一些变动部分 本章呢 算是今年变动幅度相对比较大 因为本来我们审计这个科目 今年总体变动就不是很大 所以相对而言本章就算是一个变动比较大的 主要是因为去年吧 它整体做了重新编写以后 那今年的还有一些内容需要再次去确认 去细化去调整 所以就发生了一些小变动 好 第一部分是将质量管理体系中的总体要求 进行了单独讲解 然后同时呢 又增加了质量管理体系的各个要素设定质量目标的一些例子 但这个内容上没有实际的变动 所以我们还是把它放到这种质量管理的一个框架下 一并就学了 所以没有发生什么实质的变动 那接着是新增质量管理体系领导层中 三种角色的这沟通方向的图示 那这个图示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更加明确 在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当中 这领导层的关系设立问题 就好像我们学习这样公司的一些内容的时候 比如大家学经济法 那你们也需要学习说公司的一个组织机构 我们就会说了 你看公司会有股东会 有董事会 有监事会 有经理层 那你放到一个会计师事务所里 但我们也是要关注他的一个领导层的结构 让我们再考虑说哪些是治理层 哪些是管理层的时候 也说治理层呢 你就可以理解为是这个董事会 还有我们的监事会之类的 那我们这个所谓的管理层呢 往往就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 那会计师事务所这个领导 各自有什么样的责任 我们也是给他画一个图更明晰一下罢了 好 那我们第三部分呢 是做了一些细化的调整 就有一些表述上的新增 这个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呢 我们去年在调整的时候 有一些内容啊 就被删掉了 那其实啊 有些内容在现金仍然是适用的 所以今年我们做了表述调整以后呢 又给他加回来 就是财务报表审计 实施的质量管理这块 对于我们客户关系和审计业务的接受与保持 业务资源业务执行等多数丰富了讲解 相当于是增加了一些细节上的内容 那这块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 那我也会对这个部分的变动啊 给大家单独的标注 像我们个别字样的一些调整 没有发生实质上理解变化的 其实我们就不单独的去给大家去强调了 好 那我们本章经过调节之后呢 现在是三节内容 其实去年我们教材啊 进行过这样梳理以后结构上也是比较明晰的 第一节我们来讲 这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体系 那这个内容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所讲的就是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控制上应该怎么做 然后就是项目质量复合 那项目质量复合呢 就关注这个项目质量复合人的一系列要求 到第三步就是对于我们的财务报表审计实施的质量管理 所以相当于说是从会计师事务所这个大的质量框架体系下 然后去落实到业务上应该关注哪些问题 也就是我们的项目质量复合和对报表实施的这种质量管理了 而第三节的有一些表述啊 其实我们在第一节学习中呢 也已经打过基础了 只不过针对报表审计又给各位同学做了一定的细化罢了 好我们说到这儿啊 我们来看第一节的内容 这是我们在本章当中最重要 而且呢内容最多的部分 是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体系 那所谓会计师事务所的质量管理体系 就是会计师事务所要做哪些内部控制的一个建设问题 那么他的质量管理体系的概念 目标和框架要做什么呢 其实我们就是要保证注册会计师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职业准则的规定去好好执行业务 同时呢能保证注册会计师在工作的时候能出具适合于具体情况的业务报告 我们本身就说注册会计师出了审计报告 如果说这个审计报告将来啊被验证出错了 说我们这个审计意见其实跟实际情况有所偏差 那并不代表注册会计师一定没有按照审计准则好好工作 对吧 那有可能是因为注册会计师在工作的时候 那按照准则要求好好工作了 可是被审计单位主观的去实施了这样的一个舞弊行为 导致呢我们没发现问题 但是我们只要能提供合理保证也好好执行业务了 那将来我们就不会承担更高的风险 相当于说他不会对会计师事务所 以及相关的职业注册会计师进行处罚 那我们是不是就相当于已经保护好自身了呀 所以我们这个质量管理体系的概念和目标 就是在保护会计师事务所 那他就是会计师事务所为实施质量管理 而设计实施和运行的系统 其目标是在以下两个方面提供合理保证 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人员 按照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职业准则的规定履行职责 并根据这些规定执行业务 之后呢就要求出具适合于具体情况的业务报告 相当于说只要我们基于自己获取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然后你出了一个适合于具体情况的业务报告 那将来咱就不会额外的去承担一些其他的责任了 对吧 所以在这里啊就有会计师事务所和项目合伙人 出具适合具体情况的业务报告这样的一个说法 所以两个方面提供合理保证是什么 就是按法律法规和职业准则好好干活 以及出具恰当的业务报告就可以了 第二是质量管理体系的总体要求 这个总体要求呢大思路一定要记住 因为我们多次在主观题当中讨到过小问 这大思路是什么 我们一定是做统一管理 最最重要的关键词在这里应该是统一 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体系应当满足以下总体要求 第一在全所范围内统一设计实施和运行 如果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合并新设等方式成立分锁或分布 应当将该分锁或分布 纳路质量管理体系中统一 实施实施质量管理 像很多会计师事务所在全国各地可能都会设立有关的分布 方便执行业务 那如果说这个会计师事务所有分布的话 那么这个会计师事务所的分布也要跟我们这个总所一样来实施统一的一个质量管理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在全所范围内包括分锁或分布 统一设计实施和运行质量管理体系 实现人事财务业务技术标准和信息管理五方面的一个统一管理 其实大家要记住这样一个关键词统一管理 但有的会计师事务所在自己业务宣传的时候 他也会这么去宣传 他宣传什么呢 周恩说到了 说本所已经历经十几年的发展了 业务规模也比较完善 那全所具有1600多人 同时呢 在全国各地设立了12家分所等等 他也作为自己的一个宣传 那你设立这个分所的话 他一定也是纳路质量管理体系一并管理的 要予以注意 毕竟他其实还是打着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名义 再承接业务出具报告 好 接下来这个思路是各位同学特别特别眼熟的 叫风险导向思路 你说你做审计的时候 你都知道 说我应该采用这样的一个风险导向的思路 识别评估应对风险 那么你到了一个会计师事务所管理的时候 那我们应该是更加清测熟路的 以这样的一个思路来解决问题吧 所以我们就依旧是按照风险导向思路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采取以下三个步骤 那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 是针对质量管理体系的各个要素 设定质量目标 接着识别评估质量风险 设计和采取应对措施 以应对质量风险 对在这里 对于会计师事务所来讲 现在不是在给被省级单位纠错 所以现在是在解决自己事务所 如何去进行质量管理的问题 那么第一个我们就是设定质量目标 设定过质量目标以后 你要考虑说我们针对这个风险点 如何去应对 有针对性的去设计我们的应对措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所谓的风险导向思路 所以依旧是在强调设定质量目标 有这个目标以后考虑如何实现目标呢 通过识别应对质量风险来实现我们所设定的质量目标 它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其实跟我们之前讲风险导向审计的思路 有点类似了 对吧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扩展的内容 这个扩展的内容啊 就是我们今年在教材当中 对于针对质量管理体系的各个要素 设定质量目标相关内容呢 来做这样的一个扩展 我们后续啊 会给各位同学逐一来展开 对于质量管理体系当中 我们就框架下的八个要素都有什么 那其中就一个要素叫做治理和领导层要素 那大家可以连接到我们在被审计单位提到的 治理层和管理层这样一个思路 你想我们一提到说被审计单位的控制环境 更多的体现的就是治理层和管理层的态度 那在会计师事务所里 我们也有这个治理和领导层 那治理和领导层 它其实就是一个高层基调的体现 它的态度就决定了我们的一个风险基调 好 那么对于治理和领导层来说 如果他能做好与身作则 然后提倡这种质量为上的一种理念的话 那么他的整体事务所的风气就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针对这个治理和领导层要素 会计师事务所就可以设定如下质量目标 当然我们这只是举例一个质量目标的内容 后续我们逐一展开的时候 针对这个治理和领导层应当设定的质量目标 内容上呢 还有更多的细化 好 会计师事务所领导层通过实际行动展示其对质量的重视 针对该质量目标可以将其细化为以下两个子目标 就是说通过行动展示对质量的重视 那其实我们细化来说就体现出说是哪方面的行动 我们具体一点就变成它的子目标了 这个具体一点的就是会计师事务所领导层 能够了解到所有与本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质量相关的内外部投诉和警报及其处理情况 第二就是对于涉及到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质量的重大问题 会计师事务所领导亲自参与相关决策过程 并在全所范围内形成一种质量至上的示范效应 相当于说我们细化成两个子目标 大家看一看 那我们说他实际行动是什么呢 就是他非常关注所有的内外部投诉和举报及其处理 然后另外对于重大问题都会亲自参与决策 这体现出以实际行动表示对质量的重视了 好 那么对于这些来讲 因为我们在备考当中啊 更多的考的是这个会计师事务所有一些管理手段 然后我们去判断他的质量管理体系到底有没有错 而不太可能我们出现一个题目让你去设计他细化的子目标是什么 让你去设计说我们如何去做这样的一个质量管理体系更为恰当 因为更多的在简单题中呢 我们还是给了你一个案例 让你判断是否恰当不恰当说明理由 所以我们更多的就是从这样的一个理解基本理论角度 放到这样的一些小案例中会判断就可以了 大家也不用过分的去纠结说那好吧 如果考试中要设计相关各个目标如何处理 这个不是我们在备考中会涉及到的 要不然就是针对已有的给大家讲过的一些质量目标 那给大家考察相关的选择题 就是说我们这个是不是恰当质量目标的判断 然后要不然呢 就是说在题目当中给你一些具体的情形 让你判断这个质量管理体系是否恰当 所以主要还是这样的两种方式在谜题 好那我们第三是根据本事务所及其业务的性质 和具体情况量身定制 因为呢其实每一年都有很多同学啊 会留言问我一个问题 就说老师我去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话 那我选择哪种会计师事务所比较好 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说我去事务所主要做的是哪一类的业务 这个时候呢我也会说 我说大家会注意到啊 你到每一个事务所 你做的业务呢可能会有所差别 其实这跟会计师事务所自身的一个合伙人 如何去承接业务 它有关系 有的会计师事务所呢 可能他的业务就更偏向于一些相关服务 像他可能更多的去承接一些咨询类的业务 或者说去做一些这种管理咨询啊之类的 那他可能这类业务要更多一些 还有的会计师事务所呢 可能就更注重审计业务 虽然从我们整个行业来看啊 审计业务一就是咱们在会计师事务所 总体收入占比最高的一种业务类型 但是逐渐的大家也在发展这样的一些管理咨询 财务咨询等相关的业务 所以每个事务所在经营上自然的都会有所差别 就好像说我们在同一个行业的各个公司 他本身啊即使处在同一个行业 那么他的业务方向上也都会略有差别 会计师事务所也是卢士 所以每一个会计师事务所 他自身呢就会有自己的一个特点 那么你要给他设计质量管理体系的话 就要根据本事务所及业务性质和具体情况量身定制 不能机械的执行或者说照搬照抄 看看别人家事务所他是如何规定的 我们就直接拿过来用 这个往往就不恰当 比如一个事务所他业务规模比较大 然后呢可能组织结构也比较复杂 业务类型也多 而且他还要执行上市实体审计业务 那如果这个事务所啊 他这个上市实体审计业务比较多的话 那么这个事务所很可能就需要更加复杂和规范的 质量管理体系和支持性的工作记录 撇开四大不谈 到我们国内的话 像近两年 这立信在我们上市实体审计业务中 它的一个承接业务数量就非常高 还曾经在这个上市实体审计业务承接数量上 那位列第一名 那好 那立信的话 其实本身在我们国内 它的规模就已经比较大了 而且存在多家分锁 有很多这个上市实体的审计业务 那自然我们对它的质量管理体系和支持性工作记录 就需要更加的复杂规范 更加细化 另外对于我们审计的时候呢 我们就讲到被审计单位啊 它如果有质量控制缺陷的话 那我们就会要求说 它对内部控制要及时的进行整改 对吧 就我们发现一个被审计单位存在内部控制缺陷 你会沟通要求其整改 那我这时候被审计单位整改了 以后呢 我们可能在审计中就更容易了 那对于快及时事务所 咱们也做了一个质量管理体系 现在如果你发现一些漏洞 要不要及时整改呢 同样啊 我们也是优化完善不断调整的 所以就提到了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对质量管理体系的设计 实施和运行进行动态调整 但这些内容来讲的话 你像我们说量身定制也好 还有我们的优化完善也好 都应该是大家一看就知道的常识内容 我们更多的去关注 一我们是要求全所统一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另外我们就是设定质量目标的基础上 来识别应对这样的一个质量风险 这两条我们要予以关注 好那我们来看简单题的小问 2013年1月 DEF会计师事务所与XYZ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成立ABC会计师事务所 相关事项如下 原DEF XYZ两家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体系平台差异ABC会计师事务所你逐步进行整合 确保两年后建立统一的质量管理体系 我们说有一个明确要求叫全所统一 那全所统一的话 他什么时候合并的呀 好2013年的1月 那合并以后 咱们就把它作为一个事务所来看了 那合并以后的话 能再有两年时间都是不同意的 两年以后再统一吗 不能 也就是说你不要找这样的一个理由 说逐步整合 看起来好像挺合理 因为我们明确要求就是全所统一管理 你成为一家会计师事务所 那你就要符合这个全所统一管理的要求 所以问你做法是否恰当 当然就是不恰当了 ABC会计师事务所是已经合并后所产生的 所以这个合并以后作为一家事务所就必须统一管理了 两年内 ABC会计师事务所没有使用统一的质量管理体系 不符合质量管理体系的规定 或者你说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制定统一的质量管理体系就行了 总的来说你答他错在哪儿 没问题 你可以说没有采用统一的质量管理体系 你答他怎么做是对的 也没问题啊 你可以说应当制定统一的质量管理体系 好我们继续来看关于质量管理体系的框架 这也是我们这一节当中的一个主要结构 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体系的框架呢 就包括八个要素 接下来我们这些知识点啊 就以这八个要素为基标 逐一的来展开 来说说这八个要素的具体内容 然后最后呢 我们再给他加上相关的评价以及记录的要求 就构成了我们在质量管理体系这一节要学习的部分了 好 那我们这八个要素 第一是会计师事务所的风险评估程序 其实我们讲审计的时候也讲到这个问题 说你看啊 没有注册会计师来审计 被审计单位要不要做风险评估 要被审计单位自己也要识别评估风险 以后才能够自己应对风险 因为他自己要好好经营下去 那好 对于会计师事务所来讲 咱们应该在这个方面做的更专业才对啊 也就是说会计师事务所自己本身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风险评估程序 好 那第二是治理和领导层 刚刚我们就讲了这个治理和领导层体现的是什么 他体现就是一种高层基调的理念 治理和领导层 他更关注说我们要质量为上 那后续你这个事务所才能形成这样的一个良好风气 第三是相关职业道德要求 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更详细的会在22到23章中来讲 因为我们职业道德的遵守问题是每年几乎都要考到的 好 关于独立性非常稳定 每年我们都会出简答题 是需要各位同学去重点关注的 已经连续考很多年了 对这个相关职业道德的要求 就体现他如何去约束注册会计师的具体内容 那我们在本章当中呢 就是一个框架型的概述吧 好 第四是客户关系和具体业务的接受与保持 前期我曾经说过 说你看啊 我并不是说有一个客户找上门来 有一个业务可以做 我们会计师事务所呢 就特别高兴PDRPDR的立刻马上就跟他签这个合同 那我们会先进行一个评估来考虑一下 这个业务到底是否能够承接 能够承接我们才承接 如果不具备承接业务的条件呢 那我们就不承接 所以这种质量管理体系当中 也要提到如何去考虑是否承接这个业务 好 第五是业务执行 业务执行这个位置啊 其实放到以往呢 我们在进行整体本章变革之前 是最为重要的一块内容 那我们进行变革之后呢 依旧有很多的部分适合考察主关题的小问 在业务执行当中啊 我们会给大家讲到 比如说对于这样的一个会计师事务所 我们承接了一项业务 对被审计单位在进行审计的时候 那我们就考虑什么 考虑我们项目组是如何构成的 然后我们对于这个工作底稿是如何进行复合的 那我们如何去安排这个项目质量复合到工作 那如果说发生了纠纷的话 那有意见分歧怎么去处理 就是我们其实是如何保障他质量 来执行这个业务的一些体现 好资源 对于我们来讲啊 大家都知道最主要的会计师事务所常说的资源是什么 就是人力资源 毕竟啊 咱们都是审计项目组成员 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业务 但除此之外呢 你像货币资金啊 我们存在的一些办公设备啊 可以作为有型资源来出现 但我们会计师事务所人呢 同时也具备相应的知识技术等等 所以人力资源 技术资源 知识资源 也成为我们说的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 好 我们了解这个就可以了 接着是信息沟通 对于信息沟通 其实就是会计师事务所跟审计项目组 能不能构成一个有效的双向沟通 那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呢 会计师事务所还需要跟外部去进行沟通 这又构成了我们所说的信息与沟通的相关内容 然后第八部分是关于监控和整改程序 当然了 作为这样的一个内部控制体系 其实我们说它的一个质量管理体系就是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控制嘛 那我们还会有一个监控和整改的过程 这就成为我们的八个要素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属于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体系框架组成要素的有什么 A 控制环境 咱没有明确提到控制环境这样一个词 这个词其实我们用在我们对于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的时候 在对内部控制进行审计的时候 那提到了这种控制环境 对吧 这我们审计业务中所专用的 而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要素叫做治理和领导层 那它体现出这样的一个高层基调 其实本身也是环境的一种体现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要素单独叫控制环境 请排除A选项 B 相关职业道德要求 咱们刚刚说了职业道德是审计中非常重要的 在审计中其实严格来说我们关注的就是三话 第一话就是准则怎么规定 我们如何去执行工作 这个我们在一到二十章一直都在学这个内容 第二块就是会计师事务所 它设定什么样的一个质量管理体系 就相当于说它有什么规章制度来管理这个会计师事务所 来保证这些人员会好好干活 好好出报告 对吧 那之后还有就是职业道德的一些约束 所以职业道德要求是质量管理体系框架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在后面会具体的啊 还会再展开关于职业道德的事 好 那我们的信息与沟通呢 就是事务所跟审计项目组 如何做良好的双向沟通之类的 对于业务执行呢 我们说它又是在这个业务执行流程上 比如我们如何做好复合工作 来保障这样的一个业务质量 所以对于这道题来讲我们答案就是B C D 这三个选项了 因为后续呢 我们其实对八个要素都有逐一展开 但同样还是要求各位同学 对这八个要素 首先你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放到这种类型的选择题当中呢 你能够进行判断和选择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啊 我们只能说对于审计当中 你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要素 和我们会计师事务所的质量管理体系 有点类似的思路 就相当于好像是我们会计师事务所 也在定规章制度 是会计师事务所的内部控制 但是呢 你在真正去判断的时候 必须要精准把握 你像我们在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要素中 讲到了控制环境 但是你在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体系中 就没有单独的一个控制环境的说法了 我们就只有这个治理层和领导层这种相关的说法了 好那我们知道题啊 就是BCD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准备对质量管理体系的框架来逐一的进行展开了 那质量管理体系框架的要素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会计师事务所的风险评估程序 那我们按照风险导向思路呢 其实会计师事务所就是应当设定质量目标 评估质量风险 然后应对质量风险 好我们在前面讲风险导向的时候 已经提过这个内容了 那我们对其做一个细化 识别和评估质量风险并采取应对措施这里 那我们就考虑这个风险点 所以会计师事务所在识别和评估质量风险时 应当了解可能对实现质量目标产生不利影响的事项或情况 包括相关人员的作为或不作为 这些事项或情况包括下列方面 这些方面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列举 所以说我们在备考中 大家可以适当的注意一下客观体考察就可以了 比如说相当于这些情况 可能会存在一些情况带来不利影响 但如果说有这个不利影响的话 你就要考虑它的风险点 会计师事务所的性质和具体情况 具体包括 第一会计师事务所的复杂程度和经营特征 如果说它本身更复杂的话 可能我们认为它这个风险要更高一些 要更关注一些 会计师事务所在战略运营方面的决策与行动 业务流程及业务模式 会计师事务所领导层的特征和管理风格 比如说这个领导层的特征和管理风格 是更注重我们的收入和业务的扩展 那往往这个承接业务的质量 我们就要更加关注 比如说这个业务质量会不会比较不好 它也敢承接 会不会有更高的风险 好 那么会计师事务所的资源 包括其拥有的内部资源和可获得的外部资源 那我们像这样的一个说 会计师事务所的战略运营 拥有的资源 如果它有不足之处呢 就可能会有更高的风险 对于法律法规职业指责的规定 会计师事务所运营所处的环境 还有会计师事务所所在网络 向其成员组织统一提出的要求 或统一提供的服务如适用 等我们到23章呢 会更为具体的来说一下 就会计师事务所本身啊 它还有一个网络事务所 是它的一个关联方 那好 那么如果说存在这个网络事务所的话 我们对于会计师事务所和其网络事务所 都会统一的提出同样的一些职业道德的要求 然后要进行相应的判断 所以这个网络所啊 它也会影响我们这个会计师事务所 这就是所在网络所提出的一些统一要求 提供的统一服务之类的 好那我们接着是会计师事务所业务的性质和具体情况 你看我们平常啊 其实很多事务所呢 对不同类型的业务 它也会做一些分级 比如说你要是对上市实体去执行审计业务的话 那么它可能就会更加关注 我们对这个业务的风险评级就会更高一些 因为风险评级高呢 其实在后续这个业务流程上 它审核也会更加谨慎 那如果说它只是一个 说我们这样一个很小的公司 它进行审计啊 也不是为了融资 也不是用来去发行这个股票之类的 但我们从这个风险评级角度来考虑呢 这公司业务简单 然后还有不需要面对广泛的社会公众 可能业务的风险评级本身就要低一些 那后续的业务流程上 那也可能说要更加简化一些 也就是说会计师事务所执行业务的类型 和出具报告的类型 你做审计还是做审阅 那么你提供的保证程度本身就有差别 比如所执行业务的类型是否是审计等 要求提供保证程度较高的业务 那你要做审计的话 咱得合理保证 你要是做审阅 咱做有限保证就行了 对吧 另外对于执行对象的实体类型 就是我们这个业务执行对象 涉及的是上市公司啊 还是非上市公司啊 哪怕都是审计业务 都要提供合理保证 那我们的风险还不一样呢 对于这种说大公司复杂的 将来报告要面对广泛社会公众的 往往呢 我们就会更加关注 而且啊 他可能风险我们也会认为更高一些 但如果你这个公司就是自己想内部确认一下 那经营的到底怎样 那我们就是对内部可能就我们两个股东 对吧 有限责任公司 一共就俩股东的 那规模也不大 也不需要对外去进行融资 这种业务做审计啊 我们心里也踏实 感觉呢 这风险要更低一些 其实本身你这个业务类型是什么 打算出什么类型报告 针对的这个业务的执行对象的实体类型是什么 都会影响我们这个业务的性质和具体情况 好 第二就是针对变化 对风险评估的动态调整 那对风险评估程序的动态调整 大家只要会审计 你这个理念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也就是说根据实际情况 考虑要不要去调高风险 一旦调高风险 就要追加我们对应的风险应对程序 就我们追加进一步审计程序 有这么一个理念 那你放到事务所自己的管理上 它同样也是这种理念 事务所应当识别事务所或其业务的性质 和具体情况可能发生的变化 如识别出变化 应当考虑调整之前实施风险评估程序的结果 并在适当时采取下列措施 那调整的话 我们采取什么措施啊 为了应对风险 我们其实就是考虑说 有变化的话 我们要额外追加工作 更有针对性的应对来保安全 所以设定额外的质量目标 或者调整之前设定的额外质量目标 识别评估额外的质量风险 调整之前评估的质量风险或重新评估质量风险 接着就是设计和采取额外的应对措施 或调整已采取的应对措施 你看啊 我们在这个风险评估过程里 会计师事务所应该做的就是设定质量目标 然后呢 识别评估质量风险 之后就是采取应对措施 那到这儿我们发现了 说具体情况变了 有针对性的去进行处理 怎么处理 那你就是设定额外目标 评估额外风险 做额外的应对措施 不就可以了吗 就是我们多做工作保安全了 有针对性的设计了 对吧 有针对性的设计